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超级偶像,冠军李子森出道11年 近日终于在红会广场举办首场大型演唱会 森森呼唤,这场演出不计成本 主办单位杂下超过300万打造 他也为此捐出艺人唱愁,造型上祭出诚意 直接准备了多达八套的服装 包括白马王子、暗黑爵士、帅气欧巴等多种风格 这场演出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开唱前自招,彩排时就好几度泪崩 不同篇章都会想到一些事,可能会落泪 但我一定会努力把歌唱好 李子森开场时,身穿红黑格子西装 演唱将会的《花若离枝》 相当揪心,也正式揭开演唱会序幕 从制作会议这三个月以来 他对于歌单相当头痛 最后选定多位天王天后的经典好歌 一连飙唱《绝情语》、《风快哭》、《爱情列车掌》等歌曲 透过歌声向乐坛前辈们致敬 演唱会惊喜连连 首先登场的第一位嘉宾就是京区歌后黄飞 身为同门师姐 黄飞一直对于这位师弟相当疼爱照顾 这次更专程北上献身力挺 两人合唱浪漫情歌 甜甜甜 舞者应称让气氛充满粉红泡泡 第二位嘉宾就是荧幕CP杜新田 两人合体等于收视率保证 在这么重要的舞台聚首 一出场便引来台下粉丝鼓噪叫好 两人先是对唱 爱情限时批 爱情你比我想得更加伟大 双方还贴心互相帮对方脱外套 接着开完起诉配大战 一连被逼问欣赏对方什么 愿意在一起吗 两人既尴尬又暧昧 是回应让台下笑声不断 最后合唱 追 一追再追 让全场听的陶醉 安可时 李子森化身 暗黑爵士 热唱 也跟亲口大家宣布好消息 就是 森生呼唤 演唱会年底将遗失高雄开唱 现场更选出最高龄的粉丝赠送高雄场门票 尾声他展现音乐天赋吹奏中国敌 高唱励志歌 我的未来不是梦 画下完美句点 相约大家下回高雄见 李子森在歌坛前几年浮浮沉沉 不过近期应在白冰冰的节目 我爱冰冰寿 和杜新田组成的森田CP快速窜红 近来 他将推出新专辑 歌森 以及在高雄举行 森生呼唤2.0演唱会 演艺事业正网尖锋迈进 起料节目遭报因为板税问题 孔面林停播的结果 对此他也透过经纪人发声了 我爱冰冰寿 播出以来深受婆妈喜爱 起料却被周刊踢报 由于节目中大量演唱歌区 被著作全团体追讨 六千万英乐版权费 孔面林停播命运 放着也可能影响到 原本固定在节目中曝光的 李子森 杜新田 蔡嘉玲等新秀歌手 李子森也透过经纪人向 TDBS新闻网 表示 很舍不得 但现在一切等通知 只是听说暂时先不录了 至于被问到如果停播会少多少收入 他直言通告费损失没多少 重点是少了曝光度 提到版权问题 经纪人也透露原本李子森会在脸书上直播唱歌 也是因为版权问题 导致赏星星功能被锁起来 后来改唱自己的歌 依旧被说版权有问题 已经向脸书申诉一年了 都没有任何下文 至少有六位数粉丝赏星的钱还没拿到 求助无门 相当无奈 只希望可以赶紧尽快解决半权问题 不然歌手也没地方可以发挥 李子森高中就加入学校的管乐队 毕业后就加入丧礼乐团 负责吹奏中国笛 一做就是十年 直到2020年才因为工作太繁忙辞职 外形斯文白静 拥有许多婆妈粉丝的他 丧礼乐守着职业看似很难与他画上等号 他小说高中毕业后在学姐姐少下开始打工 由于他准时 吹得也好 全盛时期的他曾加入十个团 一天连赶三 四场活动 自己开器材车 音响车 还曾骑车感叹骑到打瞌睡差点出车祸 一场三 四小时下来约赚一千元 一个月最多可以赚到三万元 妈妈也没有太过反对 只要他回家前先去外面绕绕区除汇气就好 他见到各种场和尚不同的状况 有丧家在他们演奏时大打出手 也有去过婚礼场遇到罪汉 他对于自己这段过去十分坦然 也算是我工作经验跟社会经验的累积 看到很多事情也会保护自己 超级偶像 比赛结束后 他虽贵位冠军 心路发展却很坎坷 几乎呈现停摆状态 当时还是学生的他 继续读书 打工 而他除了原本的乐手工作 也自己开始接演出 在当兵前结识现在的经纪人 经纪人笑说 当时是在一场活动上注意到李子森 还注意到他的内裤头 他那时很挫 但唱得很不错 经纪人等他退伍后 两人正式合作 进行外形改造 执行发片计划 他也开始上节目 被更多观众所认识 生意头脑不错的李子森 还协助经营自家羊肉炉 推出自由保养品牌 如今他除了将推出个人专辑 也将在新装首次举办大型演唱会 并找来好友杜心田 及另一位重量及尚未公布的嘉宾助阵 目前全场几乎完寿 仅剩下二楼及少数的位子 李子森笑说 二楼已只是电影院等级 欢迎大家来做作 够票也可 李子森还在之前砸下30万元 创立青草茶副业 随后又花50万元成立护肤 发品品牌 推出身体乳 洗发精 清凝造 三项产品都已登记申请专利 未来还会继续推出新产品 清凝造的开发构想来自每次李子森 在家里的羊肉炉店里面帮忙之后 手上都沾满很多食材的味道 即便用肥皂也很难去除异味 某次看到店内的员工 切一小片柠檬搓揉一下之后冲水 居然比肥皂还好用 这时才跟开发团队提出这个构想 不过开发前期他遇上不少难关 第一次他用代工厂建议的收缩膜来包装清凝造 没想到隔了一 二个月后清凝精油的味道居然都几乎挥发掉了 李子森只好再重新做一批 该以用能够隔绝空气的食品包装带来包装 而香皂之所以没有跟洗发精身体乳一起上市 除了第一次的包装NG之外 每一批的清凝造都是手工制作 但冷凝手工造的熟成时间长达45天以上 这段时间又刚好遇到连日下雨 因此又拖了将近二个月才完工 接下来李子森还要研发含亚麻子的头皮筋肉 他最在意的就是发品 除了认为洗发精药能把头发洗干净 还得让头皮维持年轻健康 相当认真且全心发展自有的护肤 发品品牌 不过在李子森遇到危机时 素有民国歌姬之称的台语歌后 黄飞主动伸出援助之首 黄飞在圈内人缘极佳 尤其受后被敬重 经常提拔新人 超偶六 总冠军李子森就曾自曝 陷入经济危机 黄飞姐主动掏腰包住我过难关 黄飞 她凭借独具特色的高音红遍歌坛 曾久次入围台与最佳女歌手 两度获奖 是笔尖歌后将会的存在 而李子森历经各种坎坷 终于能够顺利发行新专辑 向粉丝宣布这个好消息的痛时 她还特别在脸书发长文向黄飞致谢 黄飞姐对我的帮助太多 并且为了不给我压力 她做好事从不对外说 像我这样的幸运儿还有很多 都在黄飞姐默默的帮助下成长 李子森透露 当年自己得到和黄飞合唱 甜甜甜的机会 因为过度紧张怎么都唱不好 一度陷入被换疆的困境 是黄飞姐无条件地信任自己 并且向唱片公司保证 子森可以 你再让她试试看 最后为了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黄飞姐还特意打电话给她 特别温柔有耐心地开导她 不要在意录音室 你就按照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唱歌 拿出在浴室洗澡唱歌的放松感 肯定没问题的 后来黄飞入围歌后 可以在万众瞩目中走红毯 李子森又一次接到了黄飞的电话 对方主动询问她要不要一起走红毯 她当时就满脑子问号 不懂走红毯和她有什么关系 但马上就体会到了黄飞姐的用心良苦 歌后的红毯之路是一条万众瞩目的星光大道 对方是想为她增加曝光度 走经曲红地毯是所有音乐人的梦想 黄飞姐给了我这个机会 让我能亲身感受至高殿堂的滋味 最让李子森感动的是 虽然是冠军出道 但她的收入却始终不高 导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黄飞姐知道后 有私下跟公司巧好 接下来有我的活动 都安排李子森合唱 如果主办单位预算不够 就从我的费用里扣 黄飞如此不计回报的支持 让作为后辈的李子森感动万分 她也表示自己在娱乐圈一路走来 受黄飞姐的言传声教受益良多 谢谢飞姐愿意把您做人处事的智慧 以及您在演艺圈的经验分享 让我慢慢成长至今日 如此真挚的情感 让网友都直呼感动 并且提醒子森不要辜负前辈的提携之恩 切记饮水思源 飞姐用心提携新人 你也要努力提升自己好好报答 相信不久的将来 你一定会站上更大舞台发光发热 飞姐也会为你骄傲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